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沒有忘了百字故事這個單元 我們很久沒錄了 那我們今天來錄一集 那這個故事呢 讓人覺得非常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欸 我讓你看完之後 你去想想你有什麼感覺好了 他的片語 標題啦 是個片語 叫做Packing Order 那我的標題影片 影片標題也是這個東西 Packing Order 解釋一下下什麼概念 Pack這個字就是去啄一下 所以Packer Wood就是啄木鳥 因為他一直啄木頭 那Packer這個字 因為這個啄啄啄這個動作 也很像發生性關係 所以男生的雞雞除了叫Penis之外 也可以叫Packer 好 那Packing Order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在講那個一個鳥類的一群群體裡面 可能會有最Alpha的一隻 那可能後面就比較不那麼Alpha Alpha就是最 Alpha是你知道那個數字裡面第一個嘛這樣子 所以Alpha的那隻可能就是 有東西他先吃 那別人可能就要派對這樣子 所以所謂的Packing Order就是 就我們這個標題講的著實順序 所以誰先吃誰第二次誰第三次 那像我們知道那個羅姓藝人 不知道要提他幹什麼 反正因為我想到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說 你知道他們有一幫兄弟嘛 那可能就是說 今天有一群妹子 那願意晚上出來玩 那誰先選 可能就羅姓藝人先選 那可能他們有另外一個 第二個也最常幫忙的 大家都很尊重的二哥 那可能二哥就選第二個妹子 然後講下去 所以用這個很不好的例子當舉例 可是你大概懂我意思 這就是所謂的 社交圈子裡面的Packing Order 總之誰是老大 誰就是第一個去Pack的 懂了 所以這個標題叫Packing Order 到底在說什麼內容 往下看 我先把故事讀一次給你聽 如果你已經聽懂了 那就恭喜你 那我們再一起去享受他 慢慢的可能來的一點後進 要是沒聽懂 馬上解釋給你聽 So 先讀一次 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食物 untouched and cold said forbidden until he had finished his tucked at them he could no longer hide who he was 應該是who he was 可是他這邊變成who we was anyone his crowing beget our laughter when he had grown fat and slow so we cut off his head and roasted him for Sunday's supper 好搞定 再講的是什麼 來我們再看 衝動再看一次 他第一段呈現出的是一個 小時候長大的畫面 什麼畫面呢 our food 我們的食物 untouched and cold 所以我們的食物 沒有被碰 以及是冷冷的 坐在那裡 食物坐在那 所以很生動一個動詞 而且形容詞是forbidden 被限制住 所以我們的食物沒有被碰 又冷 坐在那不能吃 直到他吃完了他自己的 所以這個he 目前猜不出來是誰 接下來看 tears only brought his fist slamming against the table upending our dishes 所以我們有食物 這裡有一個男生是他 你不難想像 看完第二句之後 而且還一路看到這裡結束完 所以第二句的主詞是tears 眼淚只會brot his fist 帶著他的 眼淚只會造成他的拳頭 slamming against the table slam這個字就是 就是很用力的 往一個方向 刪一下或之類的 所以像灌籃叫slam dunk 事實上灌籃本身是dunk slam就是這個動作 往下的一閘這樣子 那門也可以一閘有沒有 所以slam the door可以 slam the table可以 所以眼淚只會造成 他的fist slamming against the table 誰的tears 我們罵 因為our food 我們不能吃嘛 直到他能吃完為止嘛 而且也不是不能吃而已 會造成這個 你可以想像是小朋友了 到這裡也不用再嘗下去了 所以也不是只有不能吃食物 會造成小朋友哭 後面還有看到 所以tears only brought his fist slamming against the table up ending our dishes 所以這個up end end是結尾 up是上來 所以up end其實就是 把東西給翻轉過來 所以胖一下 那他們的食物就 就翻過來這樣 把盤子都翻一圈了 所以用overturn 這個可以是個名詞 那turnover是他的動詞片 tumble也可以 所以你要是哭 小朋友哭 然後爸爸就要哭 靠三小 然後食物就被翻過來這樣子 這畫面就很難看 OK這就家暴基本上 而且 逗點之後再繼續說下去 twisting our stomachs into painful knots 好生動的描述 twist就是扭 扭著我們的肚子 twisting our stomach into 扭成什麼呢 很痛苦的結 所以讓我們肚子都打結了 因為爸爸發怒嘛 小朋友哭一下 連肚子都打結了 媽媽呢 下一句就有媽媽 媽媽 coward 這個coward的意思就是 未縮的躲在那邊 縮在一腳 所以coward這個詞 它的名詞就是coward 那就是膽小鬼 OK 所以媽媽coward在stove stove是什麼 爐子 所以媽媽可能煮了飯 上來了飯 那爸爸還在生氣 爸爸要吃完才准孩子吃 孩子哭 砰一下這樣子 盤子翻過來 然後媽媽那時候還縮在 stove那邊 爐子那裡 a fresh shade of purple blooming around her eye 最後這句做一個很強力的結尾 一個很新鮮的很fresh的 shade of purple 你讀過那個小說叫 fifty shades of grey對不對 所以shade這個字就是 不同的色階 所以fifty shades of grey 其實也就是灰色的50種不同的設計 如果你不懂的話 Microsoft這個顏色這裡有一個 你看這裡有沒有 如果你有在看螢幕的話 這個就是不同shade的 灰色跟黑色 那你也有不同shade的綠色 不同shade的紅色藍色 so these are different shades of blue shade of purple 所以講到了一個 shade of purple 也就是有一個灰色的 不是灰色 對不起 紫色的 所以有一個 a fresh shade of purple 那blooming around her eye bloom是開花 所以在眼睛周圍開花著 簡單的說 他把媽媽打到眼睛 偶親了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家暴的畫面 他用 我這邊因為放大的關係 他這邊總共只用了 123456 6行 畫出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畫面 一個家暴的家庭 爸爸吃小朋友的ditch被打翻 然後媽媽在那邊 然後眼睛偶親這樣子 第二段 隨著我們長大 as we grew feathers 羽毛 started sprouting from his pores sprout這個詞就是 就是暴漲出來的概念 sprout 因為有一個名詞叫beam sprout 也就是我們吃的豆芽菜 那你知道豆芽菜生長的方式 就是噗這樣有沒有 你小時候養過的話 應該也不用養 種過的話 棉花倒一點水在上面 沒過幾天就噗這樣對不對 所以sprout這個詞就是 這樣子 OK 那所以再講一個剛剛的名詞 beam sprout 就是豆芽菜 所以羽毛開始在他的pore 什麼是pore啊 孔洞 所以我們臉上有毛細孔 就是pore 那身上也有 就是pore 所以他的pore開始長出了羽毛 長出了feather 我們越長越大 the larger we got the faster they appear they 是誰 羽毛 所以我們長越大 他的羽毛就長出了越快 直到until 直到no matter how furiously he plucked at them 直到無論他多麼生氣地去pluck pluck是什麼拔 所以爸爸長出羽毛 可是一直把他拔掉 所以就我們長得越大 他越生氣越去拔他 他都沒有用 he could no longer hide who he was 他都已經無法再藏起來 他是誰了 他是誰 他是一隻雞 那你知道雞在英文裡面 是有一個譬喻的意思 人家說 hey you're a chicken 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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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hicken chicken是什麼 胆小鬼 所以我們知道 家暴的男人 其實內心裡就是個胆小鬼 他可能在工作場合受了傷 老闆給他氣壽 那他不敢跟老闆拍桌子走了 然後回家 他欺負妻兒這樣子 沒走 所以 yeah 所以在講的就是 家暴男人其實就是一隻chicken 那他已經 隨著孩子們長大 這個爸爸就 再也藏不住 他是一個chicken的事實 所以這個畫面 真的這個比喻啊 就拿雞來比喻爸爸 真的太 以及長出羽毛來當作比喻 真的這個太棒了 這個文學性實在太高了 好 而他的crowing beget our laughter 這個crow是什麼意思 其實crow是烏鴉 名詞 烏鴉在那叫的感覺 大概就是crowing 我剛才查了一下下 crowing的意思就是在那邊 啊啊啊這樣 那所以他的這個 啊啊啊啊啊啊 反而會beget我們的嘲笑 我們的 laughter 什麼是beget這個詞 beget這個詞 他當動詞在使用 意思就是 嗯 他的解釋蠻複雜的 但我還是稍微說一下 如果今天你講 x beget y 就是x啊 會是y的爸爸 所以x是爸爸 生出y的概念 這聽起來很抽象 可是像 呃 有一些那種歷史名句 很多的quote就會說 像例如說 暴力只會帶來更多的暴力 所以violence beget violence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什麼東西 beget什麼東西 所以他的crowing 反而會beget我們的嘲笑 你大概就懂 所以當他終於長到了 又fat又慢的時候 when he had grown fat and slow we cut off his head 我們把他的頭切下來 然後就烤他 烤成了我們禮拜天的晚餐 所以這個家暴的爸爸 等到孩子長大之後 就不再當他是一回事了 就可以把他處理掉了 OK 就可以不理他了 就可以 說這裡是復仇 我不知道 這都是比喻性的東西 他們到底對他爸做了什麼 我們也不曉得 但總之這故事就完結在這裡 希望你喜歡 我覺得這故事非常的powerful 下面有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回應 其實也是一樣 多半都在稱讚這個故事 寫得真好這樣子 OK 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去把他看一次 那我們大概講解到這裡也就夠了 要不要複習一下 好啦複習一下就好了 來 所以講了幾個字 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packing order 就是這個著實順序 那所以爸爸已經不行了 packing order就換下一個人 簡單說就這樣 而且他用到機來做這個整個故事 串起來的比喻 我覺得這個packing order下的標題 也很棒 forbid禁止 所以 孩子桌上食物不能吃 那要是哭的話 就會造成爸爸的fist slam against the table upend他們的dish 你看我們光看這些詞都可以複習剛的內容 所以讓他的fist 造成他slam against the table upend their dishes 讓他們的stomach twisting their stomachs into painful knots 所以not這個字剛是打結 所以讓他們的肚子都打結了 媽媽呢 cower在stove旁邊 stove是剛剛的爐子 ok stove 那有一個a fresh fresh shade of purple 有一個一層的紫色 a fresh shade of purple blooming around her eye bloom是剛剛講開花 所以這個一圈紫色 在他媽媽的眼睛 這邊周圍這樣一圈開花了 那可是等到爸爸 孩子長大的時候 爸爸就開始 他的身上sprout出feather 還記得吼 無論他這麼如何生氣的 furious的去pluck這些 拔這些毛 都已經眼藏不住who he was 藏不住他到底是什麼 He's a chicken 他是一隻單小鬼 是個chicken 剛剛的pore沒看到 那動 所以身上的毛孔 pore這樣子 而他怎麼樣的crow 都只會beget小孩子的lafter而已 beget這個詞 剛剛才講完 所以到最後 把他的頭切下來 rose起來 然後當成sonday supper 是禮拜天的晚餐 OK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故事 我們明天見 OK OK